美女晕倒在陌生男人的沙发上 男人见状走了上来 她俯下身听了听美女鼻息 脸蛋居然长出甲壳 她张开血盆大嘴 那六只尖粗的上额 如同甲壳虫一般 对着女孩就是一阵吸水 塞边的囊球都逐渐扩大 等到第二天睡醒 女孩都不知自己怎么就晕倒过去 听到男人没对自己怎么样 她才放心地回了家 但女孩一照镜子 发现自己脸上多了条皱纹 她跑到浴室 脸上又多了几条 谁知只是拿平美白夜的时间 女孩的脸瞬间就像老了十几岁一样 她跑到客厅想打给闺蜜 但手臂皮肤都逐渐松弛 就连门牙都掉了一颗 下一秒她就倒在地上 手机离自己不到半米 但她就这样领了喝饭 隔天合租的闺蜜回到家 看到了挡在沙发后的双脚 只见她走上前 整个人瞬间惊慌不已 昨天还是二十岁的美女 今天居然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警察大帅接到报案杆了 她倍感疑惑 为什么一个九十岁老太婆 会带着女孩的首饰穿着她的衣服 还死在了女孩家里 可更令人震惊的是 警方通过验证死者的指纹 居然就是那位女孩 而且通过尸检调查 验尸官认为女孩患有老年病 但至今为止的医学表明 患者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就变成这副模样 这下身为魔物猎人的大帅 瞬间明白这是奇怪兽袭击案 她回到组织和同伴查阅谱乎书 发现了有关甲虫怪的记载 只要人类被甲虫怪进行吸食 那么就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被永远地吸走青春 而甲虫怪则会吐出一种不老念 涂在脸上 就会变成年轻容貌 可这能令人极其上瘾 一旦涂多 人类就会变成野兽 因此 大帅必须尽快找出那只甲虫怪 救下更多无辜的人 满脸皱纹的女人想要恢复年轻 那么这该怎么做 只见这美容医生在她脸上 涂上了像酸奶般的液体 再戴上奥特曼同款眼罩 接着打开紫外线灯 就能看到液体在女人脸上进行融合 不到一分钟 女人再次照照镜子 本来还是满脸的皱纹 现在居然如同鸡蛋一般光滑 而这神奇的药物 其实产自于一只甲虫怪 它通过稀释人类 以来产出不老液 抹在脸上就会变回年轻 而为了赚钱 甲虫怪找到这位美容医生 将手上的不老液交给对方 却不肯说出其中的生产配方 并警告医生 千万不要自己使用 可对方觉得很 等甲虫怪一走 他就拿出不老液抹在了脸上 见这药力如此高效 医生决定稀释出更多的不老液 他自个跑到实验室 将少许不老液倒入仪器 再撒上盐巴滴入酒精 搅拌搅拌就做出了一瓶水 他还打起广告 将这瓶不老液大力推广 甲虫怪一看到 气得打电话过去直接大骂 生怕自己稀释人类的秘密被发现 但医生可不管 硬是说这会给他赚大钱 每个月几百万那种 说完他挂断电话 反手就到出那只剩半 停不到的不老液 一个劲的就抹在自己脸上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早就对着不老液上瘾了 再这样下去 他早晚会变成野兽 而甲虫怪为了满足一生的赚钱计划 又跑到街上物色新的目标 甲虫怪把力尺插进男人脸上 他塞边的囊带缓缓鼓起 像是在吸取什么 等吸够了他抬起头和上嘴 接着来到桌子前 从口中吐出一丝黏稠稠的液体 这正是能让人恢复青春的不老液 而由于越来越多人受害 死法都是一夜变亡 最新的受害者 原本还是个19岁少年 但被发现的尸体 却成了90岁的老头 而在现场调查时 警察大帅发现了掉在车上的名片 那正是身为摄影师的甲虫怪 他和搭档随即找到变回人样的甲虫怪 可一番盘问下来 对方都没有任何犯罪证明 断了线索的警方 只能再从死去少年的通讯记录下手 正好发现对方和美容医生的通话 这下警方再一查 就看到了医生打个不老液广告 因此为了查个水落石出 大帅找好友小美帮忙 伪装成顾客来到了医生的美容机构 谁知一看这不老液的价格 居然要4万美包 人为了变年轻可真是愿意下血本了 等了大半天 小美终于做到了医生的诊试 谁知医生一转头 她的面庞居然如同整容失败一样 小美也是够淡定 这要换做是我看到 早就吓得跑人了 眼见医生就要给她涂上不老液 小美连忙让对方先试试 还有这种好事 医生开心直接往脸上涂 打开紫光灯就是照 但这时假虫怪来了 眼见她将不老液交给医生 大帅一伙人也赶紧冲了上来 争斗中还将液体管打碎 结果这医生居然跪上去就是捡起来没 而假虫怪这边也在进行搏斗 她伸出上额就想吸人 却被大帅一脚踹飞 谁知她刚站起来 背后的医生却直接给她一刀 理由竟是假虫怪打碎了自己的不老液 我低个乖乖哦 而医生也因为用不老液过度 硬是把自己给年轻死了 我顶不住了 这剧情也太无厘头了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格林第五季第十五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